面出现身不见底的旋转楼梯 以色列称这是在哈马斯领导人辛瓦的家里 发现的地道入口 伤20公尺 有配电箱和防爆门 以军也不忘再次重申 以色列持续在加萨作战的同时 不久前才刚获释的人士召开记者会 呼吁以色列政府尽快和哈马斯达成协议 让所有人质都能够获释 原本外界期待 以巴双边能在卡达和埃及的斡旋下 达成新一轮的停火换球协议 但综合外媒报道 哈马斯拒绝了以色列提出的停战一周 释放40名人质的提案 背后原因正是 埃及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 谈判并非破局 而是哈马斯想要逼以色列让步更多 哈姆丹接受日媒专访时也说 双边有机会在今年底达成共事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指出 以色列新释出的疏散地图 新增的南加萨甘尤尼斯两城左右的范围 原本这里住了十一万人 现在又超过十四万名来自北加萨的避难民众 恐怕乙军以后还会继续扩大进攻范围 靳新闻综合报道 立刻下载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靳善靳美 靳好新闻